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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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有一位分享的嘉賓 要跟我們分享他的一些 在我們康泰用過的一些服務 或者是用過的一些開運的產品 他個人的收穫 以及他個人的分享 我們有請彥宜來跟我們分享 首先介紹你自己吧 首先我是個書讀不多 可是很幸運地認識到康泰這個平台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有來做改名的程序 然後出來的名字 舊的名字就不是這麼好 然後我就在看他改了 改了我現在的名字王彥宜 然後改了的時候 剛開始就沒什麼 可是慢慢地就覺得 我改了那個名字過後 就事業啊 家庭啊都很順 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 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那時的年紀是 九歲 九歲 十歲 然後她會比較 改了名字她會跟我 比較 比較close 比較有的談得來 比較有共同的話題 然後就也不會 不會在家 不會好像人家說的那種頂嘴啊 反駁啊 因為那時是她 開始要叛逆的時期 可是她還是 比起來 好過以前 以前很多的那種 比較平穩 她的生活比較平穩 那種脾氣啊 跟我比較有的談的那一個 那一個狀況 這個是我最 滿意的 因為 每個人都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有這樣的 這個是我最滿意 到今天為止 她還是 有的那種 跟我有的 口同 好像朋友 口同的那個 那個情況 然後 這個是一個 一個給我 最領悟到的 改了名字 然後第二個 就是我的事業 因為 我的事業就是 以前就 比較 可以講是 生意有失敗過 然後再去打工 打工的時候 錢也賺不多 可是在我改了名字過後 就慢慢順 順了起來 然後就有朋友介紹 介紹到 一跳就跳了一個很高的 那個工資的數位置 然後 我再去找另外一份 到今天的 那個工資 就是 可以符合到我 可以養的枕頭架的 那個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 她不會讓我 大富大貴 可是她會讓我的人生 順順地這樣走下去 這個是我 我希望要有的一個生活 就是我人生應該是要有 應該我的目標應該要有的 就是因為 我是覺得 我是改了我的名字過後 然後我會有 很多這樣的改變 才打得到這個改變 然後 就是 跟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就是我父母 那種 就 會 溝通上會比較好 溝通上會比較好 比較有那種溝通的力量 在那邊 就不會每天就 家裡每次都是吵架吵架的那一種 這個是我領悟到的 這個也是我們人生應該要有的東西 這個是我最開心 我改了名字的那個什麼 收穫 對 第二就是 以前我的舊的名字 我都 簽名簽得很不好看 就一直馬一眼講 為什麼簽不好看 可是到我換了這個名字 我就一直在簽 所以到今天我覺得 這個名字簽名是很好看的 我喜歡這個名字 這個是我自己本身的需求 我都拿到 那太好 那你的心態是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同樣像你一樣來改名 可能有些人看不到效果 有些人又看到效果 你會覺得你做了一些什麼東西 跟他們不一樣嗎 我做了什麼 我是跟著勘太給我的指示 就是 他們 他說就是 改了名字 就一直要去 企劃他的那種 那種 那種 企劃這個 的力量 OK 所以我就 剛開始 改名的時候 我就會 每一天 拿一個佈子 每一天去寫 可是要用的是 開心的心 有自信心的心 去寫的名字 那本不只 真的是你要守得很好 然後你要拿 不是說好的筆 只是你順手的筆 來寫你自己應該的筆畫 那本書我還是有的 還保留著 還保留著 那本書 就你要有那種不同的心 那種心情就是 開心自信 還有覺得 每一筆 每一筆 都是你自己很用心的去學 我覺得這個是 很見效的 然後 你每一次 你都要企劃那個力量 比如說 我換了簽名啊 我換了我的Facebook的名字啊 我換了很多 總之就是 全部名字都換掉 這個是我 我剛開始做的那個動作 感覺上你就讓自己 重新改變 重新改變 對 就好像 怎麼樣說 就 一直在用這個名字 第二就是這個名字我很喜歡 對 我覺得這個重點很重要 不過我覺得心態 這個是一個心態 心態就是說 你寫的這個名字的時候 你要有那個 你要有那個 心態不同 就是 你要有那個 那個 對這個名字很有信心的 等你就會 我就覺得 你會有所改變 會有 感覺到有那個改變 對我而言 我是覺得 有改變 然後第二個 給我看到 有改到名字的 就是我哥哥的兒子 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他還沒出生 我就 他還沒出生 還在台裡面 我就 跟我的哥哥說 要幫你的兒子改名 OK 七個月就要改名 要訂那個位子出來 然後 然後 他也是有看到 因為我的改變 因為我的改變 我的生活的 那種 很 很 困苦 很困難的 那種 辛苦的那種日子 改過來之後 然後 他也是說 OK 他也是來這裡 改了 把他的兒子的名字 也訂下來 然後他就 兒子出事 他就拿了那個名字 他說 他說過一句 我媽媽是說 那個價錢 你需要 不需要去 考量一下 然後 我哥哥講了一句 如果 区区那個三百五塊 可以讓我的兒子 一倍元 都是好過的 順順過的 合了一部位 對嗎 所以 就 就 就改了 改了到今天 這個小孩子五歲 他真的是 和其他有一點不一樣 和其他的小孩子 很懂事 很聽話 很 很有規矩 因為他的性格 我覺得這個也是看 他的性格 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樣 他就 我哥哥現在 他也是有領悟到說 他們選的 那個 那個名字 他叫 其實他的名字叫 東行 意思是講 他要他是 很friendly 很 東行的名字就是 可以遠處 飄飄 可是很穩定的那種 所以 他現在他的兒子是 交流廣闊 只是五歲 可是很多人很喜歡他 交流廣闊的那一種情況 所以他就講 他選這個名字就是要 是要他的性格就是這樣 這樣他以後他會有好的虔誠 所以他就覺得 何樂以不為他這一句話 是 所以這個是我看了這個兩個的 不同的東西 第三個的給我的 其實就是我女兒 當時我女兒三年 應該兩年前 兩三年前他也是來這裡改了 改了過後 他就沒有好像我這樣一直寫 可是他還是有用 我們在家還是有用 他的這個被改了的名字的那個 那個名字 然後他的事業比較穩定 沒有這樣漂浮 然後有什麼問題 他也是會有 他都會回來跟我溝通的那一種 就還有就是重要的是 他的生活方式會比較穩定下來 到今天為止都很穩定 所以他的生活跟他的事業 就比較順和那種 有看到有改變的那一個情況 做法 都有很多東西 和這個要代表 你沒想到